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这样说 当你在跟人面对面销售的时候 展现自我魅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慈小雪已经这样讲了 可是我们在我是冠军的舞台上面 我想要先给所有 愿意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参赛者 一个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感谢的一个掌声 因为他们今天不只是面对面的销售 他要对着全台湾2300万的人 把他的魅力 把他的口条 把他对商品行销方面的常才 一一来做展现 当然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漏网之鱼 在电视机前面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对自己的口才 对自己的行销能力 对于自己在销售商品方面 这些成绩非常的骄傲的同时 希望你能够报名 我是冠军的节目 让我们有机会在现场看到 您非常精彩的展现 好 马上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三位评审 首先第一位 在购物界有十年经验 有购物界小钢炮之身的谢君良 余安浩 大家好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 他只挑好货 而且看起来就是个奥客 很难说服的李妍瑾 那我是澳洲来的 再来为大家介绍是因为呢 我想所有的购物专家 该有的能力 他一定都知道 欢迎到Erik Erik是专家 妳好 是 好 我想先问一下君良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你觉得Top Sales 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Top Sales一定要让人家 吸引他一种目光跟注意 那当然本身的一个专业的素养 一定要完完全全的了解 最好是要有亲和力 让大家能够潜而易懂的 能够去了解你的商业 但是又不知不觉的被你迷惑了 对 就下订单了 好 那严谨 我觉得第一点亲和力很重要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要跟你的客户 对 客户 你要共同的话题 潜移默化的方式 他就不知不觉的吸收了 OK Erik 基本上局一反三 真的临场反应很重要 在销售当中有很多 你不知道会发生的东西会发生 如何去把这些状况转换成 危机转换成嘴转机这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这个单元 我想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参赛者怎么样在两分钟 把我们的挑选商品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 能够马上的进入状况 把它销售出去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冠冠军乐翻天游戏规则 每位参赛者面对制作单位 随机设定的12格商品 做自由的选择 翻牌背后就是参赛者 今天所要挑战销售的商品 每位参赛者将有两分钟的时间 准备呈现 表演时间同样是两分钟 三位评审将以表演精彩度 决定是否灭灯 两分钟内 如果三颗灯全部都熄灭 将立即听至表演 冠军乐翻天挑战你的临场反应 好 马上要进行的是 我们的冠军乐翻天 有12样商品 到底谁会抽到哪一样 现在都没人知道 所以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 在短短两分钟 可以把商品介绍到什么程度 欢迎到今天的第一位参赛者 欢迎艾伦 大家好 你今天打扮得非常的贵妇 大家应该知道我以前是空服员 另外我现在的身份 很多人都说我是贵妇 因为该要有的我都有了 你有没有最怕抽到什么商品 3C类生活类 3C 你跟3C熟不熟 我相信军乐阳会比较熟 这我最熟 3C最难 3C要记规格 而且要让大家很容易就了解 这个规格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我一辈子都不懂 听说我们制作单位 要记脚本给你的时候 我打不开 打不开是 我在跟你讲 10年前 谢军乐阳那个时候 要帮我检释一个东西 叫做MP3 他一插进去之后 我整台电脑就坏了 因为电脑是你的 不是 不是 所以你基本上对3C用品是 我只要跟他 一迟到 他就坏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今天 会不会这么倒霉的 抽到3C产品 来 借我们的选择位置 我好想看他这套3C产品 抽到3C 然后回答一道学后 MP3 我跟你講 我是冠军 冠军是我 你怎么每次都抽10后 我跟妳讲数学不好 4就是4 我就是 是啊 NBA的异化泰练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NBA的异化泰练 他应该顾名思义 应该跟篮球有点关系 你知道 我大概10年前推荐过异化泰练 我再也没有碰过这种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都卖旅游 你都是主要是在介绍 因为你投服员 对 OK 好 两分钟时间来交给艾伦 好 君良 一化泰练 这个你熟不熟 一化泰练 就是很多的球员 他们都会戴在身上 有些是挂在脖子上面 健康的 对 在日本非常非常流行 他可以对于一些 运动上的一些 痠痛啊 运动的一些所谓的一个 保护啊 或身体上的一些感觉 会比较好一点 原来这个重点那边 这个又不是在卖异化泰练 这个还是在NBA 哎哟 这个是粉丝要买的 是 对 我跟你讲这个才是重点 我现在头很昏 你知道吗 因为 这个东西最可怕的是 不可以讲到疗效 我不能说 我带了它之后 我就会 比如说身体强壮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如果我讲到这个部分 大家就要去土城看我了 我最怕3C 那仅次于3C 我更害怕的东西 因为这是属于生活用品类 啊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我这10年前 买过这个东西 我真的很想死喔现在 好 到底艾伦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冠军 冠军是我 大家好 我是艾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全球限量的商品 首先我们要讲 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很喜欢看球赛 那么你绝对不会错过的 就是NBA的球赛了 当你看到球赛的时候啊 有很多运动员我们都说 他们在场上非常非常激烈的撞击 像前一阵子的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喔 还有球员非常严重的造成了 肢体骨折上面的伤害 所以其实呢 在NBA的球场上 您看到的是速度 但是事实上在背后 球员身上所代表的 却是负伤很严重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NBA的球员 他们会用一些东西来做防护 当然你会看到 护膝 护腕 可是呢 有一个东西 或许是你看到他身上在佩戴 你会觉得 很时尚 那就是他们的 一化态手链 我们基本上 应该是这样讲啦 如果说球员都能够在佩戴 所谓的一化态手链 基本上来说 那我们佩戴一化态手链 是干什么呢 其实我会觉得 有的时候 防护是来自于无形 防护是来自于四面八方 防护是在于每一个细节 怎么讲呢 有很多人会说 艾伦你又不是球员 我看你大概连球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没错 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这种贵妇 会有一个麻烦 你知道吗 就是贵妇提的包包都很重 比如说我们家里头的 脖巾包出门啦 锁头包出门啦 提的实在太重了 有的时候提完之后 我们都会有五时间的感觉 这个时候 如果你叫贵妇 手上贴着沙龙巴斯 或身上喷着所谓的那种 凉爽的液体 来让你的肌肉能够舒缓的时候 就是我要讲了 贵妇身上是不会有沙龙巴斯 那种凉爽一体的味道的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 其实如果你要识相 如果你要优雅 而且无论任何服装 都能来做搭配的话 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不要错过了 好 两分钟时间到 来 灭了两盏灯 Erik 你的动作很快 对 来 原因是什么 就是没有办法打动我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因为你不是贵妇 对 我想了半天 唯一的问题是 它只能带手吗 就是说它其他的部位 可不可以带 对 但是我觉得说 针对那个点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 可以让我去掏钱 出来买这个产品 是 来 严谨 在介绍词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很生活化 对 但是我完全不懂 就是这个 异化太熟练的 功效在哪里 就是我听到 发烧好像是这样子 没错 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没有听到 是 但是他讲的前面 我觉得都非常好 就是球员 然后就是贵妇 时尚 这我就觉得都非常好 但是就是少了功能性 对 就是它的任何的功效 没有讲清楚 了解 均良 我觉得安乐姐讲的非常非常的顺 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刚才有强调 在她介绍之前 我说 今天卖NBA的这样一个 手链 对不对 是 因为你必须要把NBA它的一些 让人觉得能够 以你为傲的东西 让人觉得能够觉得说 吸引你的东西 把它完全的凸显出来 是 其实我倒觉得说 防护或者是说一些 预防上的一些 它的一些功能性 倒是只是 其实是它的一个 附加的一个部分 了解 你觉得重点应该是在 要不然他就买一般的 这些手链就好了 你应该说群组要抓明确一点 是 应该不是去抓贵妇群 应该是说贵妇 你自己有小朋友 小朋友喜欢什么 球赛嘛 是 那你想要赢得小朋友的开心 可能就是 要他安全又开心 就买一条给自己的小朋友 是 或者自己的男朋友 这个群组就会非常的 符合NBA这样商品 对 12个商品就抽中了一个 你最 不熟的 好吗 待会儿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艾伦 谢谢 好 那马上欢迎到我们第二位 参赛者 欢迎张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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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三百五十六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今天最好康 哎呦 这样拌到我怎么办 来 今天介绍让我是冠军 冠军商品 冰凉金 骨头蛇纹 可是我看了你半天 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是 而且你这身造型 跟这个毛巾有什么关系 以前诊所每星期都会找清洁公司来消毒 因为最怕就是小强 只要被客人发现一次就完了 辛苦累积的信誉全没了 后来改用竹章真的是超好用的 自从用了竹章之后 就不用每个星期做消毒 几乎所有的诊所都在用竹章 因为它真的是一劳永逸的灭章好方法 以前对付小强啊 不是用杀虫剂 就是用蟑螂屋 刚用的时候很有效 可是一阵子之后呢 小强又来了 总是杀不完 可是自从我家用了竹章之后 半年多都没有看到竹章了 连尸体也都没有看到耶 我们做餐厂最重要就是卫生 一点都不能浸载 统签处理的就是小强 以前每星期就要找清洁公司来处理 后来听人说竞章 真有效 就要回去看看 欸 过两个星期后 一只小强也没看到 用到现在半年多了 就都没看到小强了耶 好 真的有够厉害 哥林涡轮直立式吸尘器 全新机身与把手结合的设计 并搭载550瓦强大的吸力 拥有可折叠式的把手 让您使用收纳都方便 采用多级涡轮吸尘系统 吸力强大永远摔节 透过三层式的滤网层层把关 并采用HEPA和水洗过滤系统 有效净化空气 居家品质大幅提升 一键式不沾手机尘筒设计 尘筒可直接水洗 中深免耗材 地吸滚轮可90度旋转 搭配大面积吸头 扫地同时吸地 清洁无死角 特殊第二吸入口设计可直接接上软管 直接搭配各种吸头使用 气动式吸头更可针对沙发 棉被枕头 让灰尘尘满无所遁形 哥林涡轮实力式吸尘器 舒适居家 环保健康 立即拥有它 开心做家事 当飞机跨过23.5度的天空 我们在澎湖赛纳美 变害舒适的房间 轻松自在的氛围 浪漫唯美的享受 浪漫唯美的享受 预约专线 06-995-0808 雲仙所收看的节目是 我是冠军 5-6-0808 3-5-0808 8-9-0808 3-0808 8-0808 8-2-0808 9-9-0808 9-0808 9-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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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8 9-9-108 好像女生多少都跟3C 严谨妳跟3C熟嗎 我以前比較熟 但現在就是用智慧型手機這樣子 那妳說真的那種話術 或是什麼配備多厲害 我真的完全不懂 但是我覺得女生在賣這個 如果妳是白痴 妳都可以使用的話 就會讓妳這樣行動 另外一種的銷售方式 像我說我這個白痴 但是連我都會用了 所以賣點就在於 連白痴都會用的3C 對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用 OK 好 來竹婷 我們借我們選牌位置 到底今天妳可以抽到哪一樣商品 來 我選3號好了 好 3號 每次都想要選一點不一樣 請打開 陶瓷蔬果刀具組妳下足嗎 我 真的假的 真的 妳看起來不太像會 我可以板斗 是 濕濕濕 下次煮給妳們吃 好的 來看一下今天的商品 陶瓷的刀具組 來 謝謝 以前小時候 我跟我媽媽去日本 對 好愛買陶瓷刀 對 是 而且 這個我感覺蠻有信心的 蠻有信心的 因為她想J12是用怎麼做的 喔 她已經在展現她的形狀 對 因為她一拿出來就好漂亮 OK 好 那主題一樣兩分鐘 好 妳思考一下 妳要怎麼包裝它 請妳準備 看不出來她很會下廚 菁良 這可能就是我的弱眼 我們男生一不下廚 是 但是男生要怎麼樣去賣 這樣一個陶瓷刀具組呢 對 老婆就會煮出更好吃的東西 給我吃 是 所以變成 比如說你完全不懂 沒錯 你可以為另外一半 去想 我買給她 就像剛剛艾倫那個NBA 我要回溯一下 是 對不對 她不懂 她可以說 妳買這個給妳老公 給妳的小朋友 喔 所以妳不一定要會懂這個商品 對 妳可以用這個商品 對不對 去送給別人 讓她得到開心 然後回饋到妳身上 這一集就走質感 也是走貴婦入屆 就是要告訴所有 不管是女兒男人 只要 不管妳懂不懂的 煮菜或幹嘛 妳都要記得 好的開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到底竹庭會怎麼樣包裝這個商品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竹庭 記得我是台灣喉行部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爸爸媽媽 他們都會做菜對不對 可是人家說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記得永遠都要有一個好的工具 妳才會事半功倍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刀具組 它非常厲害 是它採用千溫去壓的 包含它就是白陶瓷 那白陶瓷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 它非常好是 它不用說 妳刀子用了幾次以後 妳要在那邊磨磨磨 每天就好像那個怨婦一樣 再來呢 它不容易沾染細菌 而且它非常利 不管是妳要在家切菜的 切水果的 尤其很難切的番茄 一切下去就塌了 它可以瞬間切 怎麼講的 我先切給大家看 包含像這種紙杯 非常軟對不對 你在家裡拿那個菜刀很難看 那邊切切切 可是你看它一鏡到底喔 瞬間它就下去了 所以它的力度非常好 再來呢 我們今天買這個 我們還有另外附送這一支 非常好用是什麼 一般的刀刀 它只有一個角度 你刀過去 妳要在這邊轉轉轉 再刀過去 可是它很棒 是它在這邊 可以做整個的調整 360度的調整 依照人體工學 你可以這樣子來回跑 來回跑 非常讓妳可以很好的做家事 做出美味的家養 而且重點是 妳也知道 女人下廚 不管現在是型男型女下廚 都要一個很漂亮的工具 所以就算妳不會煮菜 妳都一定要買這一組 為什麼放在家裡就會覺得 我好會煮菜 謝謝大家 好 謝謝竹婷 妳用的時間其實不長耶 大概一分多鐘 還不到兩分鐘 就精簡 精簡 OK 好 目前為止 來 Eric你的登案了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竹婷這邊沒有表演 當然在兩分鐘 兩分鐘這是臨時挑了 我們當然去準備道具 可是說我們講說 市場如果有一些表演 真正在切東西的話 那個會更吸引人 是 所以妳覺得少了 那應該是我們 妳看我們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都會有那種固定表演 都會站 都會停住 會看一下下 對不對 我好像來一頓炒菜 為什麼 不是我們不對 我沒有準備東西 讓它拖來削了 劉安姐好好感情一下 好 我會感情 你面一半呢 因為沒辦法面一半 好 怎麼說 我覺得就是少一點點 切的感覺 對 要有杯子切 有視覺上的效果 因為這種工具還是 在那邊削 拿個水果 沒錯 對 對啊 都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但是就是 累贅其實滿多的 我覺得還沒有到精髓 OK 所以面一半 了解 來 君良 我跟妍甯差不多 我一半給妳好不好 妳湊一顆心 湊一顆心 竹琳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是 因為賣這種刀具組合 它就是婆婆媽媽在買的 那要賣婆婆媽媽 它有兩種要注意到的 一個就是文廠 講得斯文的 可能像詹姆士那種大廚 他講得很斯文 他就做得很簡單 因為像舞廠的 舞廠就是要開始要走秀了 那竹琳的方向 為什麼說他是對呢 他有點舞廠的感覺 小舞廠 他會讓大家覺得說 我一直在聽 我一直在看 那他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但是我覺得他如果說 他前面道具很多 他今天刀子切完之後 讓人家很驚訝 他那刨在刨 刨得很厲害 大家會覺得說 對他人家印象會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他今天走這個小舞廠 我覺得是方向是正確的 第二點就是他沒有用 講到就是平常 我們在使用刀具上面 遇到的困難 對 比方說我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杯子 銷不下去 你那個切削器是不是很難切 是不是要換一個刀子了 平常磨刀子磨得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都講得比較簡潔 帶過去 好 所以先謝謝我們的竹婷 謝謝 對 有時候這表現商品部分 可能真的要再多花點腦筋 當然我們製作單位 我們也會再更幫大家準備好道具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第三號參賽者 黃建修 今年19歲 他是一個大意新鮮人 不過今天這一個部分呢 他說 宇安姐 可以麻煩你幫我挑商品 他說請我幫他挑 因為他做了一個非常非常獨特的打扮 他不想先讓大家先看到 所以他賣個關子 他剛剛挑的是幾號 11號 好 來 我先幫黃建修 他挑的是第11號的商品 是什麼商品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了 第11號的商品是 冰涼金 好 來 我們先把商品拿上來給我看一下 冰涼金 顧名思義 應該就是用了會量的毛巾 有沒有 上面有個企鵝 好 冰涼金到底黃建修 他要怎麼介紹這個冰涼金 一樣的兩分鐘 黃建修看你的囉 各位親戚好朋友弟弟妹妹 再加一個 我今天呢 一年三百五十六天號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今天最好康 你有兩個月 都是夏天對不對 夏天在頭車牙牙水 人家購四名 哎呦 這樣熱得不是要怎麼辦呢 來 今天介紹 讓我是冠軍 冠軍商品 冰涼金 冰涼金有什麼一種用呢 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來 冰涼金這樣泡水 給我喝 乾 之後呢 這個冰涼金就發揮它的強效作用了 它有什麼功用呢 它馬上就會變得冰冰涼涼的 你不需要胖皮箱喔 它是運用一種高科技呢 它能讓它瞬間變冰涼 所以你把它繞在脖子上面呢 就馬上 啊 你在這種炎炎夏日 你馬上會體會到一種 爽涼的感覺 所以呢 你不需要 就是再去弄一些什麼鬼東西啊 譬如說一些什麼毛巾啊 媽媽想說 兒子太冷 女兒太餓啊 什麼想說 你就拿個冰涼金 然後冰冰箱 你會覺得說 這樣太麻煩了 今天呢 我這個冰涼金 馬上讓你感受到一股涼意 馬上讓你在夏天 變得像雪人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進兄 原來你就是這副打扮 一直不露出耶 剛剛叫他坐在那邊 他說 媛媛姐我不做 然後我說要不要錄那個準備 他說我也不用錄 我一出來就要讓大家全部吸睛了 為什麼要這個造型 因為這是愛麗絲貓仙境裡面 最經典的一個造型 就是它是瘋狂貓客 我想說今天要來當個賣家 我就當個瘋狂賣家 其實我還是很肯定你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碰到你 我覺得前半段你真的很順 我覺得哇 你已經改變 今天進步很多耶 到後面 到一中間就開始有點不順了 然後慢慢慢慢就是有慌 其實這我還是說 實際上其實我還是滿肯定的 是因為 其實當一個購物Top Sales 它需要很多年的累積經驗去做的 如果你可以保持前半段 那樣的流暢的進度的話 那真的很棒的 對 是 那君娘剛剛一直在揍眉頭 怎麼了 你知道嗎 在我們購物台或是在很多地方 你要銷售的時候 是 你如果開頭是開得不錯 對 這個局開得不錯 對 OK啊 就像股票啊 開得不錯 但是後來跌停板 沒錯 往往在最後呢 最關鍵的時候 你沒有把關鍵時刻的 後面那個觀眾把它吸進來 是 抓不到單 沒錢 就沒有 沒有聲音耶 我前面看到後面沒有 我停住會想看你 可是我看了你半天 我不知道你要幹嘛 而且你這一身造型 跟這個毛巾有什麼關係 如果我是你 不好意思 你看我今天戴帽子 又戴下巴 這麼熱該怎麼辦 冰涼機一來我就好了 你要告訴大家說怎麼使用 你出去旅遊的時候 像我這樣子滿身大汗出去旅遊 我不用洗澡了 我戴一條冰涼機 我立馬擦 立馬乾爽 是 我想年輕姐姐給妳的建議 還不錯耶 對不對 如果說妳要那麼緊張的話 那妳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把它詮釋好 因為妳中間一度在打結 打結到我想說妳在幹嘛 基本上前面 我覺得我的電話 已經拿起來準備要播了 對不對 準備要下單了 聽到妳後面電話 來去睡 對不對 好啦 謝謝堅修 謝謝 謝謝 來 請合作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最後一位參賽者 歡迎到是我們的陳馨妍 大家好 我們好所有的評審大家好 是 今天的馨妍的打扮 一樣非常的清新 妳有沒有怕抽到什麼樣的商品 我本來 我本來 歡迎收看 我是冠軍 大家好我是宇安 在直銷學道 在直銷學道 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當妳在跟人面對面銷售的時候 展現自我魅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在直銷學已經這樣講了 可是我們在我是冠軍的舞台上面 我想要先給所有願意來參加我們節目的參賽者 一個非常努力而且非常感謝的一個掌聲 因為他們今天不只是面對面的銷售 他要對著全台灣2300萬的人 把他的魅力 把他的口條 把他對商品行銷方面的長財 一一來做展現 當然我相信還有很多的漏網之魚 在電視機前面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對自己的口才 對自己的行銷能力 對於自己在銷售商品方面 這些成績非常的驕傲的同時 希望妳能夠報名我是冠軍的節目 讓我們有機會在現場看到您非常精彩的展現 好 馬上為大家介紹今天的三位評審 首先第一位 在購物界有十年經驗 有購物界小鋼炮之稱的謝君良 大家好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到 他只挑好貨 而且看起來就是個奧客 很難說服的李彥謹 好啦 我是澳洲來的 再來為大家介紹是因為 我想所有的購物專家該有的能力 他一定都知道 歡迎到Eric Eric 我是專家 妳好 好 我想先問一下君良 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你覺得Top Sales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Top Sales一定要讓人家吸引 開一種目光跟注意 那當然本身的一個專業的一個素養 一定要完完全全的了解 最重要是要有親和力 讓大家能夠潛而易懂的 能夠去瞭解妳的商品 是 但是又不知不覺的被妳迷惑了 對 就下訂單了 好 那嚴謹 我覺得第一點親和力很重要 就能節省買飲料的錢 一座充滿生機的球場 不只運動更要健康 霧峰高爾夫球場 雲燕所收看的節目是 我是冠軍 因為那個朱婷妹妹有教我 怎麼樣把胸部可以擠出來 所以我說我今天不怕了 我就算抽到胸罩我也不怕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今天 妳會不會剛好 就抽到胸罩了 來 請就我們的選牌位置 好 我希望能夠 好運連連好事成雙 是 就是2 2 CC雙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CC雙 還好還好 BB雙我聽過 CC雙倒是 滿新的東西 這個我有研究喔 妳有研究 CC雙它應該就是BB雙更高階的 進階版 進階版的東西 是 是進階版 所以待會兒呢 兩分鐘妳再想一下 妳要怎麼介紹它 好不好也幫我們研究 讓我們認識一下 什麼叫CC雙 好 來 欣妍準備時間交給妳了 好 這個顏寫我剛剛聽妳講 妳對CC雙是有研究的 BB雙跟CC雙最大的差別就是 以往的BB雙是 保養成分是50% 對 然後50%是潤色 是 那現在CC雙它把保養品的成分 拉到80% 然後10%是隔離 10%是潤色 是 所以擦起來會更清透亮一點 把我現在的妝卸掉 然後擦 CC雙給大家看 它的最好的效果 因為這個產品 我先前有看房賣得非常好 趕快現場試給大家看 所以基本上我想 女生對美容保養品 應該比較了解 可是對一個全新的產品 到底新年要怎麼樣詮釋它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心妍 心妍又過來喔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一個小小的不好的心情 人生當中受到最大的打擊 我那天去看電影的時候 走在路上 被人家搭訕說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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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你做個朋友 請你喝杯咖啡好嗎 邊講邊跟我靠近 但是靠近我的臉的時候 她竟然跟我說 對不起 我認錯人了 就走掉囉 我當下就覺得 我是怎樣 我是長得怎麼樣嗎 為什麼 為什麼說本來要跟我做朋友的 馬上被我嚇跑了 當下衝進洗手間 拿鏡子一照自己發現 叫人喔 我的皮膚又乾 又有黑眼圈 又有黑斑 這麼糟的狀況 難怪把追求者都嚇跑了 趕快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我親身體驗 它真的非常好用 現在是最棒最棒 兼具保養成分的CC霜 CC霜其實它就是BB霜的 最津貼版本 它不但有基本的 美白 防曬 隔離 我還把保養成分加進去 因為這個商品 我有研究過 它裡面有加了 未屬認證的美白成分 叫做 然後再加上有蘆薈 還有維他命 ABCDEF 很多很多的保養成分 所以家裡不要再擦什麼粉底了 你看蓋子打開之後 怎麼用它呢 你稍微輕輕的按壓它一下 它就可以跑出來了 這是我們最特殊的技型 然後怎麼樣來使用呢 我用給大家看先 因為我現在臉上是上的妝的 所以我先把我的基本的妝 來做一個小小的卸掉給大家 我讓你看一下啦 我原本是怎麼樣 把我的追求者嚇跑的 我卸半邊 給大家看 來 可能要拜託一下導播跟攝影大哥 你看喔 這邊是我原本的斑 這邊是沒有的 然後現場把我們的CC刷 簡簡單單的就這樣子擦上去 你就會發現喔 一點點的亮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一 二 三 整個皮膚是不是亮起來 這邊還是暗的 這邊是整個亮的 堆的 而且沒有皺紋囉 如果 我再到華納微笑那附近 再遇到同樣一個男生 現在我要把他直接抓到我的面前 然後讓他看我的臉 讓他知道 當初沒有請我喝咖啡 就是最大的錯誤 所以請大家今天一定要把握 真心 信仰為大家來做推薦 最棒的CC刷 好 謝謝City OK Mussy Eric你喊出了Uncle 這太棒了 剛開始那個梗鋪得很好 需求 再來就是說他那個整個 願意去卸妝然後在前後 before after不一樣的話 那個其實很有說服力的 嚴謹你自己是女生 我覺得他講的真的非常的完整 第一點就是在保養品上面的話 他已經先講了 這是一個最新品了 然後第二點 我親身經歷 我只有哪些不好 然後呢 他又加了 專業的成分 比方專業成分他也講進去了 對 然後需求也講進去了 是 然後呢我們最害怕這個 那個產品是不是來歷不明 對 就是說位署有那個需求認證的 好產的成分 對我覺得他再把兩分鐘內 其實是講得算很完整 是 對 然後讓我想再繼續聽下去 而且包括連現場的見證使用 他都用到 他都自己來耶 對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完整度 跟一個需求度 還有就是吸人家眼球的目光 他全部都做到 全部都有 因為我們今天四個參賽者 大家可以看到 欣妍是唯一三個的 目前都還全量的人 表示呢你在這一關 我們的冠軍樂翻天 你已經取得了領先權 在下個階段呢 每個人都會準備一樣商品 你到底欣妍是不是繼續的 能夠纏聯下去呢 我們馬上來進行下一個單元 冠軍大賣客遊戲規則 每位參賽者 將自行準備一項自選商品 把自己最拿手 最有把握的一面表現出來 評審一樣會在兩分鐘之內 針對參賽者的表現 再度決定是否滅燈 三個燈全不熄滅 即停止表演 冠軍大賣客 就是讓你反敗為勝的機會 好馬上進行我們第二個單元 冠軍大賣客 上個階段我們是隨機挑商品 但是接下來這個冠軍大賣客 他們是自己準備的商品 所以再來講 商品的介紹完整度 商品呈現的方式應該要更專業 好到底呢 我們今天第一位參賽者 劉艾倫會帶來什麼樣的自選商品 我們來看一下囉 我是冠軍 冠軍是我 大家好我是艾倫 其實今天跟大家分享呢 是行銷全球 而且是新一代的好商品 是你的家事好幫手喔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家裡面 可能為了拖地為了掃地 家以後的工具道具非常多 可是無論任何的拖地掃地的工具 可能都會耗費體力 讓你在掃地拖地的時候 看起來都不優雅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行銷歐美全世界 目前是最新的第二代的掃地機 怎麼講呢 你會說掃地機我們家可能也有 可是我先告訴大家 第一個部分來說 它的掃地非常簡單又容易 甚至一隻手指就可以輕鬆來搞定 怎麼說呢 第一個部分來講 你有沒有發覺 我直接拿起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它完全是沒有任何接線的 也就是當它充電好之後 無論你家是30坪 70坪的豪宅都沒有問題 另外它的使用非常簡單 輕輕按下開關之後 那麼聽到那個聲音 簡單輕鬆 你在掃地在拖地的時候 只要輕輕一根手指跟著你走 地上任何的垃圾 都會輕輕鬆鬆跟著你 掃地掃得非常乾淨 當然我要先強調一下地上的垃圾有很多 包含哪些 有可能小朋友吃的餅乾蟹 或者是碎紙蟹 輕鬆帶過去之後 它360度的一個旋轉吸頭 可以輕輕鬆鬆的把垃圾都吸乾淨 除外 同時它的清掃是完全沒有直角 你可以看得到喔 有沒有 完全沒有直角 360度連桌子底下 床底下 椅子底下 都很輕鬆 而且又簡單 這剛剛新一代它的好處在哪裡呢 360度三角形完全沒有任何的死角 所以當你在清掃的時候非常簡單 非常輕鬆 你掃地也可以很優雅 可是我們說 掃地如果都是女人的工作 那實在太辛苦了 現場我邀請我們的專業的見證 來 我們請俊男來到現場喔 基本上來說 只有女生掃地是不應該的 那男生用起來也要輕鬆簡單 方便才好用吧 你看 可以用掃地機跳探戈了 看到沒有 而且我們還可以來個雙人探戈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連男生都好用 連男生都愛用 怪我得它是新一代的世界 目前來說掃地機的完全首選 所以今天千萬不要錯過 當然我們要喝了很抱歉 是因為它全球都來銷售 那麼全球限量呢 我們說到 數量不是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新一代的輕鬆掃地機 讓你連掃地都可以跳探戈喔 謝謝 好 來 謝謝艾倫跟君良 非常精采的表現 君良出來燈就不能按了 不能按 我想這招太 這樣不行 哪裡不行 Eric 你不能請我們的評審出去 對不對 這樣他不好意思 真的喔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表現 他表示得不好啊 我還是覺得要公平 你請他還是要請我啊 但是太晚了 我基本上太晚了 我是鐵面無私 所以呢 我還是把這個 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我為什麼我覺得阿倫是可以的 是因為 他真的是一個所謂的貴婦 是 你看他穿戴 然後他講話都講得豪宅什麼的 所以你看 讓他去 一個幾乎我在 我想你在家裡是不做家事的 是 要讓你如何的去知道這個功能 然後能夠研究那麼的詳細 我覺得是不 可見你是有做一番功夫的 有做功夫的 謝謝 來 妍瑾你把燈滅了原因是 我覺得我真的是比較嚴格的評審 因為 我想要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我沒有了解到 比方說他是怎麼充電的 他是吃電池呢 還是插電的 會不會耗電 因為一般家庭主婦都會有這個疑慮 只要會插電都會害怕 我要省電啊 然後我這待機時間有多久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中間有很多的空檔時間 是可以講說這個東西 我只要插電 充了一個小時 我可以少五個小時 所以你不用擔心 電力少到一半沒有電的問題 對 因為我是消費者 我希望說這個商品的呈現 給我是非常完整的 更清楚的 對 但是我覺得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功能性 就是 細節 對 細節 就差這麼一點點 其實我燈滅滅一角而已 所以你 你就是99分 我幫你貼好了 就剩一角 來 菁良 因為我本身是賣3C跟生活商品的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在全台灣 甚至包含在美國賣得非常好 那全新一代的 我老實講好不好 那個艾倫他把這個商品 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 對 我覺得他把這個商品完全的加分 是 讓這個很簡單的一個無限掃地機 能夠讓所有消費者跟艾倫一樣 這麼輕鬆 這麼簡單 而且可以優雅的把地掃乾淨 好 謝謝我們的艾倫 謝謝 非常精采的表演 原來貴婦也可以賣掃地機 不過針對下一位呢 他現在的穿著 已經讓我非常好奇了 他到底要賣什麼 哇賽 穿得很性感 好 來看看我們下一位的 張竹婷帶來的自選商品 一秒馬上雕塑起來 馬上讓你平台 馬上讓你曲線起來 不是 這個感覺如何 真的可以嗎 OK嗎 觸感好嗎 好 那如果是這樣咧 可以嗎 這觸的手不好了對不對 這個手 我不會使用 哈哈哈哈 日本熱銷超人器推枝按摩機 SKY PRO 360 一上市就突破三萬組的驚人銷售量 成為上班族小廚啤酒肚 家庭主婦驅除水桶腰的最佳利器 不只要叩咬 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很不思議 整體的感覺很柔軟 很強 很棒 很棒 有點驚訝 標準的感覺 SKY PRO 360的推枝體雕效果 也受到專業人士的一致推薦 成為日本推枝按摩的全民運動 割林直立式吸塵器 採用多重迪心旋風設計 吸力強大 永不衰竭 高效能旋風馬達 吸力直上550瓦 三層真空過濾系統 第一重 渦輪氣旋 過濾垃垃圾碎屑 第二重 低帕濾網 過濾粉塵過敏原 第三重 活性碳濾網 清淨出空氣 人體工學設計握把使用輕鬆不費力 地板吸頭可90度調整 獨家專利第二吸入口設計 能夠針對高處的灰塵 進行清潔打造 配合各式吸頭 居家清潔完全無死角 特殊的3D氣動式拍打刷頭 可以針對棉被枕頭沙發 讓灰塵塵滿無所遁形 OneTouch免耗材集成筒 簡單清除垃圾不沾手 貼心的收納電線設計方便又整潔 可彎式手把設計 簡單收納不佔空間 強大吸力 各種環境都能夠輕易地打掃 省時不費力 哥林渦輪直立式吸塵器 舒適居家環保健康 立即擁有它 開心做家事 當飛機跨過23.5度的天空 我們在澎湖賽納美 面海舒適的房間 輕鬆自在的氛圍 浪漫唯美的享受 浪漫唯美的享受 預約專線 06995 0808 雲燕所收看的節目是 我是冠軍 大家好 我是竹亭 夏天到了 很多女人很在意身材 因为你再也没有办法 穿大衣遮住她 可是身材在意的时候呢 怎么办 你说要去 减肥 抽脂 这都不是真正的好办法 重点是如果今天马上要去喝喜酒 老公要带你去跟他朋友见面 你想要立即拥有好身材 就是穿上我们最厉害的 青雕塑硕衣 为什么说她厉害呢 第一 光这一件 她拥有了八个不同的织法 针对每一个部位来做 金雕细血 包含在胸部的部分 我们做到了 弹力集中 也就是说先把你胸部hold起来 如果你胸部有外扩 有下垂的 先hold起来 中间再做集中 所以你马上就会 第一 有勾 第二个呢 它在中间这部段的织法是什么 马上把你小蛮羊细出来 再来它在做直线的织法 让你整个雕塑是整个直线的 为什么人家这样讲说 穿梭衣很重要 因为它会无形之中 把你所有的脂肪 全部hold到该hold的位置 尤其是所有年轻妹妹 在这个夏天的季节 这一件拥有了青雕塑以外 再来它非常的透气 非常的凉爽 让你夏天穿得住 包含现在它还可以直接做外搭 如果你有个西装外套 或你有个薄纱 一搭上去就是非常可爱的小可爱 好 重点要看效果 为什么 我自己也是妈妈 我怀孕胖了24公斤 所以我肚子真的回不去 可是你看我当我穿了之间 你会觉得我回去了 可是当你没有穿它的时候 你就照出来 所以什么叫做 一秒马上雕塑起来 马上让你平坦 马上让你曲线起来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你要穿雕塑衣 我们问一下我们叫Elec就知道了 来 我要先让你感受一下 当你拥有小麻药的时候 到酒店或到女朋友旁边 一摸下去 不是 这个感觉如何 真的可以吗 OK吗 触感好吗 好 那如果是这样 可以吗 这触感就不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叫做 女人的心机 女人的隐形秘密 所以今天重点是 我们拥有了七个颜色 让你非常做好搭配 所以记住 不管是春天 夏天 秋天 各个季节 你都要拥有一个 超轻薄的雕塑衣 好 谢谢主题 这摆明就是犯规嘛 Erica 刚刚你一直抱怨 扣分 因为都没有找你 你按灯啊 你按灯啊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视觉效果 对前后那个效果 你说小腹吗 真的反差 真的蛮大的 我觉得他真的很牺牲啊 对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看 好像真的好像还好 对 但是他一拉出来 哇 然后又缩回去 我说天哪 这个东西已经 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牺牲 短短时间我对商品很了解 他说我八个织法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 的那个如何去塑 如何去放 然后颜色很多 让我觉得 你把这个商品 整理得很完整 是 然后又立即有见证 非常棒 很厉害 对 来 菁良 真的 真的让我好想买一件 什么男生版本的 真的 肚子想收啊 我是觉得说他把这商品 老实讲这商品 真的是让人觉得 因为他立刻能够显而易见 他立刻改善 对 因为我们在购物台 你要买东西 你如果要等三个月 五个月 你不要买了啦 是 真的就厉害了 对 而且我觉得 身为TopSets 有一个重点 也是在竹亭香看得到的就是 他愿意 丑化自己 对 其实 刚刚那一幕实在很 很惊人 就是前后的那一幕 真的很惊人 实际上其实你刚刚讲那么多 不如就是那一幕 实际上其实就可以让消费者 立刻下单买了 是 OK 我想竹亭真的很用心 这一段的表演 所有的评审都已经 哇 非常非常的惊讶 好 再次谢谢竹亭 谢谢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黄静秀带来什么样的 自选商品 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兄弟是大家大家好 我是疯狂麦克 我今天就是打扮的是 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最爱喝茶的那一位 疯狂貌客 我今天就是要讲的是 百年茶 现在年轻人饮食习惯都很不少 比如说在外面可能这三不五十 都会去那种饮料店 买一个珍珠奶茶来喝 或是买一个东西来喝 这是不好的 我们一年平均下来台湾人能喝了 10座的101大楼 这么高的一个分量 饮料 这样子对身体非常不好 所以我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罢尼的 然后我今天就要试喝看看呢 这到底好不好喝喔 好喝吗 要不要喝喝看 你喝过还要我喝 当然可以喝喝看啊 喝喝看喝喝看 我都很建议 你不建议我还很建议 还是我要舔一圈的你喝喝看 嘿不错甜甜的 真的吗 对甜甜的卖茶的那种 你不要太过分喔 对因为它非常的厉害 它是从日本以前呢 从日本它是流传而来 因为日本以前有一种疾病 它非常的混乱 那时候导致什么战争时期 它们有一种 它们有一种疾病 它非常的奇怪 它就是会让自己身体不好 所以它们就发明这种百年茶 让它自己调整身体自己 譬如说它自己有很多政绩 像1968年11月3号的百年茶正式发表 1971年它就是皇后地下饮用 它很多政绩很多商品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来饮用百年茶 让我们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可以 百年茶是种了一百年的茶吗 一百年不是 它的百年茶是指 它有50种上药的一些成分在你头 如果我是日本人 今天你问我这个百年茶是刚刚好 百年茶 百年茶 百年茶是这个 因为我是香港跟日本混合 其实我觉得真是不错 你的表现真是很棒 对啊 现在结束了就是 他会限时 什么 还没有时间到就开始评审起来了 你讲完了吗 快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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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百年茶它就是有 五十种上等的药材 它就制作而成 它不会冷热 它就是身体上就是不会 是因为 不管男女老幼 任何体质都可以饮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健修 所以我们会经过这一次 你的功力更上一层楼了 第一个 你已经接受我们刚刚的建议 已经把你的道具 当做一个 对 再就是你看 我们刚刚胡乱去插进去的时候 你还可以很棒地再转到 去做一个结束 收尾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已经上一层楼了 对 来 严谨 我还是灭灯了 因为我觉得 其实健修应该要有一个好习惯就是 把话讲完 他常常就是 你前面其实你会少了两句 提早两句结束之后 再完成你的下一段 但是我觉得你 这些顺畅方面呢 其实在后台 你可以先把每一字每一句 先讲完 讲清楚之后 再上台去表现你的商品 是 不然的话就很可惜 可能你的样子 你已经摆脱那个道具 花了这么多心思 对 你把道具 已经丢掉那个束缚了 但是你现在差一点就是 把商品介绍完整 其实我觉得 今天已经 慢慢有进步 我们都有看到 其实他已经开始有进步 所以我今天有给他一颗星 叫 慰问星星 慰问 拿来鼓励用的 拿来鼓励用的 因为这个星星我希望你说 你可以把自己的基本功再扎实 是 它其实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起程转合 已经慢慢架构出来了 但是就在上 话术上面 它能够再更丰富一点 而且 我一直在讲 你不要虎头蛇尾 你后面的收尾最重要 人家 你都还没有讲完 你为什么可以让来宾 来帮你的话插走人 因为你才是主持人 你才是最主要的人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东西讲完 你再把这话 留给下面的人讲 是 所以最后的收尾 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觉得健修 其实你有在进步 这个所有评审讲的 一些重点 你都有记住到 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 你马上要克服的就是 虎头蛇尾这件事情 谢谢健修 其实19岁 他真的很有勇气 对 而且19岁能够站在这边 我都好怕 我们待会讲一讲 他会不会哭了 因为真的 现在 现在我觉得抗压力 也是一个top sales 很重要的一点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最后一个参赛者 陈欣妍 她现在人不在位子上 我不知道她有做什么 特别的准备 我们来看看欣妍 带来的自选商品 纯天然的珍珠套组 日本的皇室 在小朋友有公主 一出生的时候呢 就要为她准备的是珍珠 我想听她讲故事 是 那我觉得故事应该 你可以之后可以多一点 故事性的东西 直接把衣服扯下来 你看我连拍这样都可以 哇塞 里面是小可爱啊 不再有任何害虫存在 不再需要陌生人到你家 在小孩 宠物 食物和生活周到上 喷洒化学药 需要插上你的家 让她来帮你保护 害虫克星最棒的地方 就是帮我省钱 现在我不用再担心害虫 出现在我的房子里面 我使用害虫克星好多年了 我家真的没有害虫出现了 谢谢害虫克星 她只收了我的荷包 因为我不需要再买 沙虫剂了 害虫克星 让我很满意 厌倦一年花好几万元 老鼠蟑螂还是无法消灭吗 厌倦陌生人到你家 奔洒调毒药剂 污染你的食物和家人吗 现在你可以说 No 远离那些化学药剂 使用新一代害虫克星 可以当插座 也能当夜灯 热销百万足以上 360度大回旋 360度大震荡 360度大变身 日本热销超燃气推置按摩机 SKY PRO 360 肥满度一周直击下降 脂肪大绝面 针对肥满 腰部 腹部 臀部 手臂 大腿 透过360度离心回旋震荡 深入皮下 将凝聚的大脂肪瓦解成小分子 经由皮下震荡运动燃烧消耗 达到曲线体雕的效果 就像专属的按摩师傅 帮你推支按摩一样 随时都能轻松享受体雕按摩的乐趣 除了打击肥油之外 SKY PRO 360 还能帮你放松紧绷降硬的肌肉 舒缓一天的疲惫 唯有真正失层震荡 才能打击肥油 SKY PRO 360 大马力 转速够 深度够 才能深入皮下 帮助大脂肪球震荡运动 雕塑完美曲线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心妍 心妍有过来喔 大家好 朋友有过来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什么样的美丽的好商品呢 没有错 就是现在让大家看到 在我面前的 这一整套的天然珍珠套组 那这一整组的珍珠套组的部分呢 我先让大家来看清楚的咯 我们今天整组的组合 有我的耳环一对 所以我们的珍式夹式的部分 都可以让大家来任意做选择 再加上我的垂坠式的单颗的项链 一颗 那等于是项链跟耳环 是三件式的一个套组 再次强调 它是纯天然的珍珠套组 而且我帮大家选择都是 3A等级的正圆珍珠 然后让大家来看到 这三件式的套组的部分呢 我除了有每一颗 都是12米的正圆3A等级的珍珠之外 不管是皮光媲美 是最高等级的无瑕 再加上我是正圆 因为大家都知道 珍珠天然的这种东西 不是灌磨出来 不是coating出来的 也不是贝珠 如果要选到正圆 它的皮光很重要 可能稍微有一点瑕疵 那你就要马上被淘汰掉 不能成为我今天为大家呈现的 这样的一个全美式的商品 然后呢 大概外围造型一圈的部分呢 我有6颗最漂亮的 顶级方巾告石 为大家来做到的一个搭配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方巾告石是 钻石的最佳替代品 因为一般的钻石的部分 你可能觉得 那这样子我有点压力 可能不好意思带出来的 今天帮大家来做到 是最棒的一个造型设计 那这样的套组部分呢 我会推荐给大家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啊 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 我说的这个年纪 你可能会说 那带珍珠 是不是要那个 大概50岁40岁以上 错 因为你知道吗 日本的皇室 在小朋友有公主 一出生的时候呢 就要为她准备的是珍珠 让她成年的时候都可以带 所以我今天帮大家来做到 准备的是 有三套的服装 你看到了喔 不管是说 花式的造型的来配 最好看的 然后或者是说 比较性感脸的 或者是素面的 来搭配 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今天这样的套组 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 立刻来拥有 好的 谢谢金明 你知道 看她讲得这么认真 我实在不忍心站上来 可是我觉得我不站上来 她会一直讲下去 好 来Eric Eric跟君良灯都灭了 那Eric你先说 在整个介绍真的是比较平一点点 没有那种爆点可以让消费者可以看 我可以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 君良呢 我觉得她 在上一个比较好 她自选题反而落差非常大 对 因为我们对她的所谓 她 她在冠军的饭店她是满分 对 那我想说期待她 可能会有更棒的火花 结果平掉了 她整个平掉 她只是讲规格 老师讲卖那种珠宝商品 她不要规格 你规格是后面在带 是 应该是让人家先有兴趣 因为她不是低单价的东西 对 卖饰品本来就不是这么的好卖 然后 但是我觉得要讲到一个 里面一个重点 就是我灯没有灭的原因 她说 日本的皇室一生出来 就要买好珍珠 我觉得皇室买珍珠 我觉得我想听她讲故事 是 那我觉得故事应该 你可以之后可以多一点 故事性的东西去延伸 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先讲套 你也有看过珍珠 可是你知道珍珠 都是谁在带的 日本的皇室 她们一生出来就带珍珠 然后开始讲规格 我就把那个顺序再颠倒灌 再换一下 就会变得比较有暴力 对 因为我们也是2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新年可以回去再安排一下 同样的2分钟 因为我刚刚光在听前面的规格 有没有 我有点想睡觉 对 很容易 你那个魂就飘走了 因为光讲规格 大概我想最少讲30秒 我只记得她是3A正元的顶级珍 可是 还有组合 组合也很乱 对 我一直在等 因为她的衣服摆在这边 我一直期待她 接下来要秀给我看说 诶 这个珍珠搭这个也好看 搭这个也好看 可是因为时间到了 对 我相信你应该都有设计的 对 时间 今天时间 如果她更厉害的 就直接把衣服扯下来 你看我连穿这样都可以 哇塞 可是可能里面是小可爱啊 什么的 可以现场马上换衣服的 对 我就这个就很吸眼圈 那你先去跟刘谦拜希学艺 下一次就马上可以换衣服的 学一下 对 OK 谢谢欣妍 谢谢 是 所以看完我们这个两阶段的比赛 我觉得 这好难选喔 像上个阶段满分的 诶 这个阶段的表现 大家都觉得 好像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所以呢 今天有四位参赛者 要麻烦现场的三位评审 稍微做个讨论 到底谁 今天 会被淘汰呢 大家可能心里都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待会到现场马上告诉大家 好 感觉今天三位评审都非常的斯文 感觉他们也没有打架 就稍微交头接耳一下 就有心中的盘算了 好 来 谁代表 严谨 就是我觉得 呃 有点不好意思啊 因为当评审还是一定 比赛一定有个输赢嘛 对 那我觉得就是很可惜 有一个 里面其中的一个观众 那个 参赛者 非常的认真 我觉得他的认真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基本功真的还不够 所以我们就是 評審团 是 也就是认为是 建修 可能要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就是我觉得回去把基本功练好 这个舞台有一天会是属于你的 好 来 建修 不要哭 不要哭 不 不说真的啦 因为毕竟他的对手都是大姐姐们 真的 因为大家都太有经验了 其实 我很希望再看到建修回到这个舞台上 因为我觉得他 各方面真的都非常的认真 但是就缺了一个基本功 回去把口条跟商品的一些重点 把它记好 我觉得有一天你真的会成功 说真的 建修 你自己这样子 比赛的几集下来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我是希望 我以后的口条可以清楚一点 然后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我 是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克服紧张 你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从紧张开始 比如说你的忘词 你的动作 你的语速 其实都是紧张 如果你很自在的话 你也会让你的消费者感到很自在 严谨有没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式 可以告诉建修 比方说我们在介绍商品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商品 你可以录下来先听 你自己都不想听的话 那消费者也不会想听 本身自己要一个很自在的态度 如果我今天要买你的商品 我看到你很紧张 我也会跟着很紧张 然后都觉得他不熟了 所以为什么笑容很多的人 总是人缘比较好 因为大家看到他就很放松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克服就是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很从容 是 很自在 这个回去可以多多练习 好不好 期待你赶快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好 谢谢建修 好 所以我想到很多的观众朋友 看到这个地方 你可能觉得 我不输建修 我也不紧张 我想来试试看 各位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下方有我们的报名专线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我是冠军的舞台 期待 明天跟您再次相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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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e 感谢观看